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是一個購物的影片 我要跟你們分享,我最近買了哪些NYX這個牌子的東西 他們都是,東西是非常的平價 然後呢,除了平價之外,有很多的顏色的選擇,產品的選擇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買 如果有任何想要嘗試,譬如說 特殊的眼影,特殊的唇膏,你不敢嘗試 但很想要玩玩看的東西呢 都可以買他們家的產品,因為太便宜了 那我先來跟你們分享眼影盤 我主要呢,我自己很想要的是這一盤 然後呢,另外一盤是,之前有觀眾在 我忘記拿一支影片,底下留言說 呃,我可不可以做那個彩妝品的影片 然後我那時候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我跟他說我沒有買 後來我去查,他說的是這個吧,我想 然後我查了一下這盤的評價很不錯 然後又很方便啊,就是有眼影 然後雜亮腮紅還有bronzer 這感覺出去玩的時候很方便 而且因為這很便宜,如果放在包包裡面摔壞 還是怎麼樣也不會太傷心 再來呢,我還要買他們評價一項很好 然後我真的很想玩玩看的打亮盤 你們看,沒有看錯,這不是眼影盤喔 這全部都是打亮 而且其實通常那種顏色很奇怪 什麼黃色、綠色、紫色 顏色很怪異的打亮,我都不太敢買 因為我很怕買了之後 我真的平常很少會放五顏六色打亮在臉上嘛 尤其是什麼之前流行的那什麼Rainbow打亮 就覺得那好像也很不實用 怕買了之後浪費錢 但是這個評價很不錯 然後感覺還在有趣和實用的那個邊界 也不是太貴 所以我就買來玩玩看 那我先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一盤眼影的顏色 我覺得它比我想像中的品質好很多耶 因為我沒有想到這麼 就是這麼平價的牌子 會有這麼好用的眼影 真的很不錯 它這個鵝黃色是霧面的 然後這個是霧面的 這兩個深淺咖啡色是霧面的 其他一、二、三、四、五、六 這六個顏色呢,都是珠光的 那我覺得他們家這個眼影呢 都非常的顯色 我是還沒有畫在眼睛上過 我就用手試色 我覺得都很顯色 只是有一些珠光色是乾式的滑順的 然後有幾個珠光色是 有一點點濕潤膠狀的那種感覺 那霧面色也是 有一些霧面色是 壓得比較紮實的 然後有一些霧面色是 壓得比較鬆一點的 但是不影響 因為我覺得全部的發色度都很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手臂試色 是珠光粉紅色 然後這個霧面的 暖咖啡色啊 當然也溫暖色 非常的適合 再來這個是 珠光深紫色 這個顏色稍微乾一點點 但也不是說很難用吧 還可以啦 再來這個是 紫灰色珠光的 還蠻特殊的 然後這個是很特殊的 藍灰色 珠光的 這是那個霧面的黃色 指定很不錯喔 像之前etudehouse那個 骷髏頭的眼影盤啊 裡面也有蚵黃色 我就覺得那個不是很好 這個蚵黃色品質的不錯 然後這個是有一點點膠狀的感覺的 珠光咖啡色 有一點點粉橘色調 再來這兩個是 這個是暖調的咖啡色 這個是灰調的咖啡色 兩個都是霧面的 再來這個顏色很有趣 這是珠光墨綠色 很深喔 這個盤是非常有趣 你想要玩玩看顏色 想要試試看 這個各種顏色的搭配啊 可以試試看這盤 很不錯耶 比我想像中的好耶 接下來呢要看這盤 他們好像叫這個 the go to palette 就是有六個眼影 然後打亮 腮紅還有bronzer 我覺得這不像修容 這比較像bronzer 因為它是暖暖的 那這個顏色呢 是霧面咖啡色 很適合拿來暈染眼窩 然後這個是 呃 珠光 米白色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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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也都是珠光的 然後這兩個 適合加深眼尾 當作深邃色來用 那這兩個呢 可以當主要的重點色 是非常漂亮的金黃色 還有粉色 那這個打亮呢 我覺得 呃 不會太誇張 它是在霧面和珠光之間 很細緻 也不會太白 是米色調的 這個霧面的珊瑚色腮紅啊 我覺得這顏色很白搭 好像什麼膚色的人都可以用 那這個bronzer的顏色呢 我感覺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可是如果你不喜歡bronzer 你只喜歡修容的話 這是不能修容的喔 這很暖喔 然後這是霧面的 第一個顏色是珠光米白色 再來是珠光粉色 有一點點像玫瑰金 再來是珠光咖啡色 暖暖的 應該算是珠光金咖啡色 再來這是霧面的咖啡色 然後這個是珠光金色 這個是珠光深紫色 再來是他們的打亮 米色調的 再來是霧面的腮紅珊瑚色 還有霧面的bronzer 暖棕色 我感覺這一盤啊 我如果再另外帶一個霧面象牙白色 這是我個人批好 我很喜歡霧面象牙白色的眼影 如果再多帶一個那種眼影啊 我就可以完成臉上的眼影 然後腮紅打亮 bronzer等等的妝容 應該是很適合出去玩的時候 帶在包包裡面 接下來呢 是他們的這盤打亮盤 這盤名字好長喔 這個是Strube of Genius Illuminating Palette 超長的 這盤打亮盤我一直很期待 我覺得它看起來好有趣喔 這個是金色粉色薰衣草紫色 然後這個深一點的粉色 然後還有三個比較暖的打亮 就是米色嘛 古銅色 然後這個是有點金色的米色 我還沒有實際使用這一盤在臉上過 所以我沒有很確定在臉上的效果 但我準備好如果我不喜歡的話 拿來當眼影也應該是沒有問題 第一個是那個金黃色 其實我覺得所有的顏色看起來都還蠻細緻的耶 然後這是那個粉色 這是紫色 這好特別有一點偏光感 然後這是深一點的粉色 感覺好像都還蠻細緻的 我查了網路上面很多正面的評價 然後這個是米色 五桃色 然後帶金色調的米色 我覺得這三個是比較常見 會做成一盤那種三色打亮盤 很多品牌都有做 那上面這四個顏色呢 就是比較特別好玩的顏色 那再來呢我買了四支Nyx的霧面唇膏 我覺得他們的唇膏非常的滑順 擦起來不會拉扯嘴皮 然後非常的舒適 不會很乾很不舒服 抿嘴的時候也不會覺得 有黏黏的感覺都不會 我覺得這個唇膏很棒 而且呢之前啊不是有很多人都說這個 這個是Wet n Wild的唇膏 很多人都說Wet n Wild的唇膏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霧面的啊然後選色又很多 然後說這個很像是開架的MAC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Nyx的霧面唇膏比Wet n Wild還要好用 尤其是那個滑順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Wet n Wild的唇膏啊 我擦的時候啊會有一點拉扯 所以擦的時候要用不能用推的有點 用點彈的方式 不然就是底下的護唇膏要擦多一點 可是這樣又會影響霧面的程度 那Nyx的就沒有這個問題 它很滑順很好擦 然後霧面的程度是還蠻霧面的 沒有任何的不適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應該買Nyx的比較好 真的舒適很多 然後我來給你們看一下試色 第一支是19號 這是霧面的鮭魚螺粉色 是我現在嘴巴上面擦的顏色 第二支呢是12號 它是珊瑚粉色 有點木瓜色的感覺 接下來這一支帶紫色調的粉色呢 是11號 接下來這一支是7號 是深紅色 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覺得 好那就是我買的4支唇膏 然後呢我還有買一支他們的液態唇膏 是這個系列 這支色號是這幾號呢 2號 我在官網選色的時候啊 其實我本來以為它是粉紫色 因為我想要找一支比較特別一點的液態唇膏 塗在我的預想範圍裡面 他們的刷頭是這樣 海綿頭然後是平平的 然後這個是4色 你看這上面4支比起來 這個真的是灰灰的 灰紫色 感覺是很酷很有個性的顏色耶 再來呢 我買了兩支他們的亮片滾珠 這個叫做Roll On Shimmer 我買了兩個顏色 其實我沒有用過這種包裝的亮片 給你們看 然後它打開來啊 小時候應該會有這種護唇油吧 因為我記得我國小的時候 很流行這種包裝的護唇油 然後它就是這樣 滾在你的眼皮上面呢 就會有很多亮片 這邊這一個 是14號 很閃亮 它是比較粉紫灰色調 算是冷色調的亮片 再來這一個呢 是11號 是古銅棕色的亮片 它滾出來就是乾的啦 沒有任何液體啊 膠狀有沒有 它就是乾粉 嘴巴這樣一吹啊 還會有亮粉飛出來耶 那最後 最後 最後我有買一個 NYX的 這叫什麼膠啊 就是亮片膠嗎 它叫做Glitter Primer 就是先把這個透明的膠 擦在你要上亮片的地方 然後擦完之後呢 再把亮片疊上去 然後它就會緊緊的抓住那些亮片 或者是讓你的眼影 超級顯色 我沒有開過這個 我還沒有看過裡面長怎樣 可是我在網路上面查到評價 似乎是不錯 所以我就買了 它這個開口啊 長得像什麼 眼藥膏嗎 它是這種黑色的 把它轉開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長怎樣 我也是沒看過 嗯 好多喔 這個是 欸 像 像白膠 像白膠跟醬糊的混合體 它沒有白膠這麼白 也沒有醬糊那樣子 透明透明 它是白膠跟醬糊混在一起的感覺 還蠻有趣的欸 你們看 可是我好像塗太多了 啊我來試試看好了 我擦一點點 不要擦一點 我把它推開來好了 可是好像真的塗太多了 那我必須要擦點在別的地方 然後再疊點亮片試試看 擦在哪裡 欸 它慢慢慢慢的就變透明了 欸 我推一推之後你們看 我這樣推一推 它就變透明了 有沒有 變透明之後 有一點點輕微的黏性 一點點 那我趁這個時候 把亮片滾在上面試試看 就是在這裡 它有一點點黏黏的 那種黏就像是 筆巴口紅膠塗在皮膚上面 然後排排排排排過一陣子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感覺 有點像口紅膠 我把它滾上去 喔 變得好閃亮喔 閃亮度增加很多欸 你們看 有沒有 變得好閃亮喔 亮片有被抓住 這邊是沒有用那個膠的時候 這邊這個 還蠻有趣的欸 我摸摸看 可是我不知道會不會讓眼皮黏黏的欸 它會乾掉嗎 我再找時間來用在眼鏡上面 看看看妝會不會花掉 因為最近 我沒有勇氣就是 出門的時候用這個東西 我很怕在外面 就會發生眼影糊掉的窘境 改天不出門的時候 我再來試試看 欸 它好像乾掉了 用手摸沒有什麼感覺 就像 一層薄薄的 摸的感覺 它好像 沒有黏黏的了 那這次呢 這些產品的 過物開箱影片呢 就到這裡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掰掰 妹妹 你可以讓我掰掰之後過疫苗 你在跳下來嗎 疫苗就可以剪影片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歡迎